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2.6的练习 最功倍数与最小功倍数 1到12题 我们要找的是 各组数的最小功倍数 最小功倍数 5和3 前面这个1 它是题号来的 所以不要误会说 这个1也是问题 3和5 3和5呢 你会发现到 两个都是指数 对吗 两个都是指数 没有东西除了 那你就是3乘5得到15 这个答案就出现了 LCM 我们叫它LCM Lowest Common Multiple 3乘5等于15 OK 就是这样 6跟8的话呢 有供应数2 OK 有供应数2 那除以2了之后呢 6除以2等于3 8除以2等于4 那4跟3呢 3是指数 4虽然可以除以2 但是3不行 那我们就停了 过后呢 再把这三个数乘起来 3 326 6是24 最小功倍数 9会是24 大概是这样子 OK 那再来看一下 我们下这个9跟15 9跟15都可以被3整除 对吧 339 3515 那3和5 又是 又是我们的那个 指数了 那我的这个 我的这个LCM 最小功倍数 就会是3的平方乘5 乘5 339 95 45 所以这题 LCM就是45 再来看3和60 那你看到下 好像可以除以3 除以3呢 这个就会3就会得到1 60除以3就会等于20 然后呢 再把它乘回起来 你就会看到3又乘回20 就会等于60了 所以它的这个LCM呢 就是60 所以有这样的情况的 就是说它功倍数是其中一个数 60就是其中一个数 然后功倍数是它 那什么样的情况是这样呢 就是说 一个数是另外一个数的倍数 如果我其中一个数 是另外一个数的倍数的话 那个大的那个数 那个所谓的倍数的 就会是它的功倍数了 OK 那4、6跟9 你除以2就会等于 4除以2等于2 6除以2等于3 9除以2好像不行 那你就照超 当你没有办法整除的话 你就照超 过后呢 你又再发现到3跟9呢 好像又可以除以3 所以再除以3 3除以3等于1 9除以3等于3 然后2呢除不到 对不对 那就照超 所以如果这一题问的是 供应数的话 最大供应数其实是1 因为你其实没有任何一个数 是3个数都同时可以除的 我除以2呢 是这两个可以除 我除以3是6跟9 所以这一个动作呢 是除非我们要找LCM 不然的话我们其实就 我们其实是不能这样子两个两个除的 找HCF的时候不能两个两个除 一定要三个一起除 找LCM呢 两个两个呢 才可以除 OK 大概是这样的 然后呢 2的平方乘3的平方 或者你可以讲说2乘3 2乘3 233的6 2乘3的6 6636 所以它的最小公平数就会是36 OK 大概是这样 我忘记开这个 我忘记开答案 第五题是36 应该没有错 前面应该也是没有错 再来看一下第六题的 10 15 20 好像都可以被5整除 这个是2 这是3 这个是4 OK 10除5等于2 520 535 4520 然后呢 如果做HCF 我们这边就停了 但是LCM的话呢 2跟4呢 可以被2整除了 所以就会得到2 3 还有2 过后呢 我们的LCM 就会是这几个数乘起来 1 你可以不要管它 2 我们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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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 5 1 2 你不要 你不要杀杀的顺着乘 你发现到2 乘5 等于10 对啊 2乘5等于10 3乘2等于6 6乘10 就会等于60 所以这样子来乘的话呢 就会比较容易 我之前有讲过了 5跟2呢 是好朋友来的 两个相乘呢 会得到10 有乘法的话呢 我们5跟2呢 要先乘 还有像25跟4 也是一样 不过25跟4 25本身就是5的平方 4就是2的平方 其实就是5乘2 5乘2 OK 那再来看这个 4 5 6 3个一起除的 就没有了 但是呢 4跟6呢 是可以除以2 所以除以2呢 就会等于2 这个5造超 6 除以2等于3 过后再乘起来 520 326 6 6 诶 诶 好像有什么 问题这样 520 326 6 6乘10 应该是60 这个好像不太对 好像是做了 5 4 20 20再乘以6 20乘以6 就120 所以如果是120 是你没有除到2的情形 才会是120 OK 这个Alvin做错了 第七题 第八题 9 12 21 都可以被三整除 9除以3等于3 12除以3等于4 21除以3等于7 这三个数没有东西可以 没有公备数了 公英数了 然后呢 再乘回起来 3 3 9 9 4 36 36 36 再乘以7 7 6 42 7 3 21 金卫2 7 6 42 所以金卫4 4加21 25 所以这个是25 你们要注意啊 这个 这个 我要讲 初中的阶段 我们是不能用计算机的 所以你不要看 可能你们的同学 你们的朋友 小学的朋友 去到国中 一进国中 他第一件事 就能买计算机 那国中的话呢 他们一上中学 初一 form one 他们就是可以用计算机的 初中 读中来讲呢 初中是没有用计算机 OK 所以很多东西呢 你们自己要懂得用手算 OK 懂得要怎样用手算 再来看第九题啊 12 18 24 当然我 这边我建议你们是一个 就是小一点的数 慢慢做起 OK 虽然这一题 我一看我知道 是可以除以6的 622 638 6424 所以可以除以6 但是我们可能先除以2了 然后走到6 6 22 9 28 然后这个是12 然后呢 再看一下 好像可以除以3 326 339 3 4 12 然后呢 2跟4 如果HCF呢 他就在这边停 OK 我们接下去呢 会可能HCF跟LCM 就会一起的 一起 可能一起问还是怎样 看你的题目是怎样的 OK 所以我每次一般上呢 会跟同学讲 如果你三个数 要小心 三个数都可以除的 才是HCF 两个两个除的 就是开始 是这个位置啊 是LCM的做法来的 2除以2等于1 3整除 没有办法被2整除 你就照抄 4除以2就会等于2 过后呢 3跟2没有供应数的 那你就可以再承完起来 1 2 3有3个2对吗 3个2 然后呢 3有两个 这个1 2 所以你的LCM 就会是2的三四方 2乘2等于4 4乘2等于8 3乘3等于9 98 72 所以第九题的答案 就是72 这样子啊 如果我今天问的是HCF的话 是326 很多同学讲 326622 再承托这个2 这个2千万不要承进去 这个2呢 是两个两个的 不要承的HCF 这个也是要注意的啦 我提早跟大家讲一下 OK 再看这个第十题 我们打值的写 一般上我比较喜欢小到大 2的平方乘3的平方 我对高一下 然后呢 这个是2的平方跟3的三四方 如果今天问的是HCF 还记得我们之前讲 HCF讲早吗 两个都有的我们要 然后呢 选那个最低次方的 这边最低次方是2 然后呢 两个都有的我们都要 最低次方的是2 那这个是HCF 但是HCF 但是HCM不同 HCM呢 只要其中一个有的 我们就拿 而且要拿最高次方的 OK 那这个就是2的平方 然后呢 3呢 要取三四方 所以这题应该是HCF 应该是224 3399327 这个是4乘27 7 428 4288加2等于10 所以这边应该是108 OK 这个4不懂怎样来 2的平方 他好像发现2的平方嘛 但是他没有注意到3 其实也是要拿的 3也是要拿 第10题 第108 OK 这样子 好 当然第11题 So 一样的情形 这种 这种他已经帮你 因式分解好了 我们不是叫因式分解 sorry 这个叫做直因素的分解 他们如果已经帮 帮你 做直因素的分解完了之后 你千万不要沉回起来再做 这个是很stupid的 有很多同学 是 沉完起来 老师我习惯沉完起来再做 老师一看到你沉完起来 其实整个就打错了 我们不要 我们不要你沉起来 而且我们也尽量说 那个数字大到你 沉到你会吐血的 在走 OK 所以当然如果你真的要沉 真的是不行的 太大了 那个数 OK 你一沉起来 我们就错了 我们也不看了 所以这种情形要怎样呢 你是要挑选的 2我们要拿 最高次方是2 3我们也要拿 我们最高次方是2次方 然后5我要拿 7也要拿 所以就是变成这样子 2乘3的平方 乘5乘7 非常好 OK 我看一下你要这样做 记得 我之前讲了 5跟2是好朋友 你要这样子来乘 你不要顺着乘 他把3的平方分成了两个 然后326 5乘3等于15 然后15乘6 等于90 90再乘7等于630 OK 当然对了 对是对的 但是如果你看 我补乘2的话 这个339 79 63 63再补一个0 不容易吗 这就得到你的答案了 好 所以 有技巧了 你这样子乘会比较难做 OK 630 不管你是做对的 再来看T-12题 我们的 我打值的写一下 他第一个数是3乘5 第二个数是3乘5的平方 第三个数是3乘7 7你就不要这样放在5下面了 你就放在另外一边这样子 OK 所以这三个数 我们要怎样挑选呢 我们的 HCF 我先讲一下HCF HCF三个有的 我们拿 所以是3 然后没有的 那LCM的话呢 它是3 取最高次方 也还是第四方 5 我们取最高次方 是平方 7 就是7 这题就比较麻烦一点 55 25 25乘3 就会等于75 75再乘以7呢 就会得到75 35 77 49 49 再加3 49 再加3 再加5 这2 应该是525 525 看一下 对 第十二题的做法 大概是这样子 不会太快 OK 上一题的横式 再讲一遍 这一题 这一题 横式 其实你这样子 写已经是对了 OK 然后呢 你可以说 我交换 交换5跟3 3的平方 你就写说 2乘5 乘3的平方 乘7 然后5 2 10 3的平方 9 然后79多少 79 63对吧 63 63乘10是5一个0 容易做 比较容易做 OK 当然这个我们会学 这个是在第一章的时候 我们会再 再详细讲解 我们会有 乘法 有交换率 就是说你 前面跟后面交换的 它是一样的 好 我先乘3的平方 还是先乘5 是一样的 对吧 这个就是我们的交换率 当然我们会教大家说 第一章的时候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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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很奇怪 还是先上第二章 再上第一章 所以第一章呢 它就会教你说 我们要怎样去 选择 来让你 容易做一些 OK 所以这个是 这样子了 可以吗 OK OK 好 再来看第13题 12跟18 这一题 13到18呢 它就要两个一起找 像刚才其实 像刚才我都很习惯说 如果是质因数分解的话 我一般上是两个 我都找的 那这一题 12跟18 可以被二整除 得到6和9 再除以3 得到2和3 那这个HCF 是HCF没错 是36 但是这边问两个 你不要只是打开我一个 不是 对对 36是3乘2 3乘2 66 36 这样子 所以这个是LCF 那HCF是什么 HCF是这两个 对不对 HCF是6 OK 所以两个都要找 不要说只是找一个 Alvin只是找一个而已 再看下一题 7跟28 可以 都可以被气整除 7除以7等于1 28除以7等于4 那你的HCF是7 你的LCM就是7乘1乘4 那1 一般上我们可以共写 其实28很好 非常好 对不对 好 这样子 3乘4乘6 你会发现到 三个一起除的 好像没有 对吧 所以这一个HCF 你直接就要写1了 没有数 是三个都可以除的 但是LCM是怎样 LCM就是两个两个除的 两个两个除 我们要 继续做的 4跟6 可以被二整除 这个3就除不到 我们就照抄 4除以2等于2 6除以2等于3 对吧 对吧 然后呢 这两个3 我们就除掉这两个3 第一 这个2又超下来 最后呢 你的LCM呢 就是2乘2乘3 224 4312 所以它的LCM就会是12 就是这样了 再看这个18 20跟32 可以都可以被二整除了 18除以2等于9 20除以2等于10 32除以2等于16 过后呢 没有三个一起除的就没有了 所以这个你要注意 这一边HCF在这里停的 所以你的HCF是多少 HCF等于2 所以Alvin没有写到HCF 然后呢 他发现到10跟16 还可以继续除以2 所以再除以2 就会等10除以2等于5 16除以2等于8 然后9没有办法除以2 他就照抄 然后呢 就会看到 85跟9 好像都没有供应数了 那他就停了 OK 然后 然后要讲 然后呢 LCF就是2乘2乘5乘8乘9 应该是这样 那我们要讲 520 还有 2乘520 9872 72乘2等于144 再乘以10 就是1440 大概是这样子 这个LCM是1440 37 哎 37加不来 是加起来吗 为什么有37呢 好奇怪的数 不太对了 OK 所以这个HCF是2 LCM是1440 好吧 OK 呃 伟人是 够会做 写到下一面 我们看一下 哎 不用这样子的 这个已经是因数分解好给你了 哎 因数分解我一直叫错你 是因数分解给你了 所以我们只需要 看就可以了 两个有的 我们就要拿 两个都有2 拿2 两个都有3 最低次方是1次方 所以拿3的1次方 两个都有7 对吗 所以7也要 3267642 它的HCF是42 OK 错了了 LCM LCM我先做一下那个正确的 呃 LCM是2 2最高次方是1次方 3最高次方是2次方 7最高次方是7了 所以基本上好像是一样的 只是多了一个3 对吗 那我42乘3就可以了 326 4312 所以126 我看一下对不对 126 对了 OK 可以哈 所以不要这样子做 这种情形 你不要这样子做 而且你可以看到 7跟7还可以除嘛 所以其实也不需要 所以我们只需要 选说2我们两个都有 我们就要拿 HCF是两个都有 就要拿 LCM的话 其中一个有就要拿 然后呢 拿最高次方的 好 这样子来看 好吧 呃 好像是最后题的吧 好 最后题 我们看一下这个啊 所以我 如果你觉得这样子打横 看不习惯 你可以打直 再写一遍 2乘3的平方乘5 这是2的平方乘3乘5乘7 所以呢 HCF怎么选呢 HCF呢 两个有的 我们才拿 拿最低次方是1次方 两个有 我们才拿 拿最低次方1次方 两个有 我们才拿 拿最低次方1次方 所以5二十 10乘3等于30 就这样了 然后再看一下LCM LCM呢 两个有 呃 其中一个有就拿 而且拿最高次方2的平方 其中一个有 我们就拿 拿最高次方3的平方 然后呢 其中一个有 我们就拿最高次方 也是1次方 其中一个有 我们就拿 所以是7 哦 这样子 OK哈 现在比较麻烦的是 怎么算 5二十 OK 5跟二十 十 然后呢 还有一个二 339 79 63 所以基本上是63 再乘以2 326 620 126 再补一个0给他 1260 OK 所以他HCF是30 他的LCM是1260 大概是这样子 有没有问题